每年都会有白宫的官方耶诞调试推出 而每一个调试的背后都是一个美国总统的故事 而今年2018年的白宫耶诞调试也在2月19号总统日的当天正式宣布 白宫历史协会明年负责设计制造白宫官方圣诞调试 该协会会长迈克罗林说 今年所纪念的总统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杜鲁门 麦克罗林介绍这调试上彰显了白宫南面著名的杜鲁门阳台 在这调试的正面是杜鲁门阳台 直到1948年杜鲁门执政之前 南面门廊的廊柱之间只有遮一棚 杜鲁门总统想要一个能与家人坐在一起的室外空间 享受清新空气 华盛顿周遭的美丽纪念碑 春天时潮汐湖盛开的樱花 在调试上方有俗称杜鲁门徽印的金牌 这个徽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徽印 特别的是这个徽印上的老鹰不是抓着象征战争的剑 而是抓着象征和平的棕榈树枝 不过杜鲁门其实有长达四年的时间没有住在白宫 因为1812年白宫大火当中 建筑主体以及地基受到破坏 所以必须重建 现在白宫官方圣诞树所在的蓝厅就是当时加入的 而且也出现在调试的背面 今年的调试在2月19号总统日发表 麦克罗林说 在最近几年我们都在总统日当天 发表当年度的白宫官方圣诞调试 这是因为当天正是许多人想着我们的总统们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纪念该节日的好时机 并且让大家关注这个调试 同时在年初发表 也让我们能为受到纪念的总统 今年是杜鲁门举办相关的活动 今年的白宫官方调试 就是在密苏里州独立市的杜鲁门图书馆发表 之后杜鲁门的孙子也将到华盛顿演说 纪念其祖父的时机 估计这个2018年的白宫官方耶诞调试 也会跟往年一样 在年底的时候出现在许多美国民众的耶诞树上面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逸 白宫报道